缺姐在小红书上也看到 说这个 INFG 缺姐测了 就是很多年前就测过 自己的人格类型 是INFG 是这个建筑师 建筑师型的人格 建筑师的人格呢 是在人群里比较少 就傻于分析 傻于观察别人 也是因为 这个早年的就特别独立的 这种生活的经历 非常独立的话 你就会养成 我一切都得为自己负责了 一切都得为自己做主了 这种孩子呢 是从来没有被大人 当成孩子过 过于的过度的早逢 他就不得不生长出 一个INFG的这种人格来 FG 这种人格 如果遇到自恋性人格障碍 这个呢 就是最快识别 这个IN 识别这个NPD 自恋性人格障碍的 就是INFG 因为缺姐就是这样的人格 那我就会归纳总结吗 会同类相对比吗 把这根据现象 根据感性的认知 把这差不多的 同类型的人放在一块 就太多的底层逻辑 你都一样 缺姐其实不懂心理学 确确也不是学心理学出身的 是吧 我没有那么强大的理论知识 但是呢 我靠着感性 我就认为 你这人是不可教的 这个 黄野鸡呢 根据就是早期的 所谓的友情的轰炸 他还要回西 本来确确把他剖极了 他呢 非要是拿出卖女权 敬献给他的主子 欧阳伯文 然后他还要 坐山观胡斗 他还要调不理解 他还要进行三角测量 缺姐压根起 就没有把你这个 这个山东浓调的老公放在眼里 这就是 一缺姐一眼就能识别 这是个学长 因为缺姐当个老师 什么是学长 什么学伴 缺姐一眼就能识别 不需要 就是跟这个人大话 我都能知道 你因为 学长和学伴 他的这个脑回路 他的表现 他的行为轨迹 行为逻辑 他下决定的 这底层的思想 就完全不一样 一看这个学长 一看这个缺姐就判定 而是你表情 气质都不一样 气场都不一样 这黄远基还想 这个 拿缺姐 跟这个 他的那个山东浓调老公 什么进行三角测量 但缺姐根本就不接招嘛 就因为你这个山东浓调 那个乱学长 跟缺姐一个当过老师 的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 不管是知识的崇拜 还是文化的事业来说 还是这种思考的能力来说 评判能力来说 都不在一个层级上 所以说那这个 黄元博文呢 还想这个滑胖是吧 还想这个 什么诋毁学姐 你不就是 你去作为男的 你对其他都不在乎 那你就在乎 你的所谓的能力吧 那你就拿你的能力 来比拼一下吧 来PK一下吧 我说给你出几道 这个历史题是吧 你不就是历史专业的吗 我给你出几道 我看你拿的上 打不上 在线的 马上的 你不要有一秒钟的时间 他把你去翻资料 我看你答得上 打不上 哎呦 这个欧阳博文呢 立马就马耍了 立马就慌了 惊慌是错 立马的他就 就逃了 就这种 就是学招的表现 你要是真的是一个 对自己 学呀 至少是学得很扎实的 他是有点底气的 他不是你问呢 是吧 老子有什么不知道的 最起码技术扎实 他得有 他技术扎实 知识他都不扎实 甚至他中学 他都不是一个 学习很有自信 就是学习成绩 能给他自信的 这么一个 你看你 他问你这种表现 你这种心理的反应 就有他们学着 你像缺姐 中学知识 是学得非常扎实的 他们问你 问我什么 我不怕的 所以 因为缺姐 在这个当老师的过程 就发现 学生 他连中学知识 都没学扎实 然后 学姐说 我说 这个知识点 在大约是什么什么 章节上 大约是在什么什么 他们就奇怪 我说 为什么老师 你知道 中学知识 我学得扎实 那可不 我当然我就会知道 你们这学的不扎实 这个欧阳博文 就符合了 这种学扎的 这种特征 这欧阳博文 也是一种 就是 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们俩配一块 但是欧阳博文 显然没有黄脸肌 这么low 这么 这么 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 自制力 约束力的 他跟缺姐的公共 这种低等生物 所有的表现 是一个量级的 一个层级的 而且自恋性人格障碍 你们会发现 你怎么识别他们 你就会发现 他们是对内对外 是两张脸 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对外 就是人生的 比较讨鞋 这黄脸就跟缺姐说 吹啊 说他 他跟缺姐吹的时候 缺姐其实就 已经对他 不怎么感兴趣了 他说他射牛 说的话都很风趣 幽默 搞笑 活泼开了 能言善变 缺姐一听 他妈你这种野鸡 这种文盲 缺姐不知道 他野鸡那时候 缺姐觉得他文盲 缺姐没有 觉得他说话 有多么搞笑 他自己 非要是 就是 引导着缺姐 夸他 说话什么 幽默呀 搞笑 能斗乐别人呢 他说 你看我总把别人 斗乐了 别人都开心了 只有我自己不开心 可是缺姐并没有 觉得他说话 有多幽默呀 他没什么水 没毛话的人 你又过不 到哪去吗 你幽默都是 非常的初级 和低级 就这种低级呢 就是他自以为 自己很幽默 很开朗 很搞笑 缺姐一点都 不觉得他好笑 他就有点 不满意 缺姐 因为缺姐没有 捧着他 但是一旦是 你和他 在这种 比较亲密的关系 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 他就变成冷漠 敷衍 计仇 斤斤计较 不止改善 毫无担当 逃避子 那这个黄乙医生 全都体现出了 只要缺姐没有 顺着他的 那个杆子捧着他 他就非要打击缺姐 明明缺姐 就是比一般人 长得年轻 比这个年龄的 人长得年轻 至少是十岁 这缺姐说 他就非说 你老啊 你这个老 那个老啊 你这个 他就非要打击 你因为你没有捧着他 可是缺姐从外边 得到的兴趣 全都是 不管是华人也好 还是外人也好 都说缺姐 比自己十几年纪 至少年轻十岁 这是事实 他就非要否认 这事实 正在说下话 偏偏让你 不断难受你 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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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才是年轻的 我才是年轻的 我想你确实是比我年轻 你比我年轻二十几岁 这是客观 谁都知道 一眼就看得出 你比我年轻 这缺姐根本就没有说 想证明说想装的 是因为你想装的 你才要把缺姐说的特别老 他跟你老到的程度 就是他的心里还是 你老到了我老了老爷的 那个程度 但是缺姐不接招啊 因为缺姐从 就跟你为什么缺姐不接招呢 因为缺姐从小 就从这个 后妈的那种打压 那种讥讽啊 嘲讽啊 就已经从外界的信息 得到正确信息 这孩子啊 学习还要长相什么 都挺不错的 然后呢 后妈就疯狂的打压你 就否定你 那缺姐 可是从外面吸收的 所有信息 四遍办法吸收的信息 全都是夸这孩子的 所以说你这后妈 是很难打压 缺姐这样的 因为我得到的正面信息 远远大于 就你这一个人的负相 这种负面的评价 那黄冶记是 所有人都说缺姐 年轻说 甚至说缺姐的广播里 声音都 属于比较年轻的声音 只有黄冶记说 你老啊 你就是大妈 一听就北京大妈的那个 大妈有话说 大妈有话说 北京大妈有话说 缺姐一压根洗 就不认为自己 就是一直拒绝 我说我不是北京人 我说我高派不起 你们北京人 我是农民 这黄冶记非要把你说的老 那缺姐永远都从外边得到的信息 是说你年轻 比你十几年纪要年轻 那缺姐 就觉得你的黄冶记 居心叨造 你用心不良 你为什么给的信息 是你主观的 完全跟事实不相似的信息 而别人给的缺姐 全是不约 说缺姐年轻的 那说明你这个人用心 你就记仇嘛 因为缺姐没有顺着你的杆子夸你们 他非要就是不断的引导缺姐去夸他 什么让缺姐夸他漂亮 哎呦你成成这比 你真跟漂亮不占比 而是缺姐夸的是什么 这个知识分子 有文化 连小学都没毕业的 严格来说连小学文化知识他都没有 你看小学毕业生 正规的小学毕业生 他不可能把一句话 断成好几段 而且编点符号都没有 就一句话 他断成了 他说年轻人都这么写 那确确可是接受过很多年轻人 当我老师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年轻人是这么写的 我确确都不想跟他默契 他你非要说认为年轻人 当下年轻人 全是这种不着调的说话 就把一句话 就一个短句 他都能拆成四五段啊 没有一个年轻人是这么写的 那确确说了 我说就直接批评他了 我说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这个表达方式 你这样的书写方式 你是不尊重我的阅读 因为你让我阅读写来非常困难 他弄小学做完就二三十分 永远他都要给自己找借口 就让别人适用他 那确确就觉得你这人 他们是非常讨人厌的 压根起就不喜欢他 他说就说 就是想他妈这 我要找个养老伯母 你就好好的 诚诚恳恳的 真真实实的 你就好好服务 做好你的家庭服务 你的这种家务服务就行了 我确确对保姆没有那么高优秀 你怎么长得丑 什么你有这种 什么的 确姐不知道他有招嫖室 只是认为他是这个 有不干净的 这种很放荡的 很淫荡的这种约炮室 什么婚后搞破鞋 这是确姐知道的 不断的把各种男炮室 拉进来让确姐来劈炮 然后呢 他自己被骗了 他愁难艳难 他不敢承认 他非要给确姐爱上 确姐你愁难艳难 你被男帮友骗炮 哎呦 他自己被男帮友骗炮 哎他要什么呢 把全世界的女人都说什么 档妇破鞋公交车 这样他那个档妇破鞋公交车的 那种悲见感才可以解决 他就拉低把别的女的圈拉低 说他那个福建女闺蜜 什么逼都流黑水了 烂娇女公交车 叫我是个纯洁的 我是贞洁烈妇 就确姐就给他数着 就是跟确姐聊了一共 一年多吧 就前前后后 确姐就他拉进来让确姐批判男朋友 就已经不下五六个七八个了 还不包括 他跟确姐认识之前 他到底是约了多少次 到底是跟多少男朋友四下见面 说句实话 一旦你结婚证领了 你都不应该私下里跟任何一个男的去见面 这是不合规矩的 如果说你他妈要符合中国的 田园的中华田园调的这种价值过来说 你这个以恢复你私下去见 男的都去吃饭 都是有搞破鞋的嫌疑 更不要说 你这送逼上了上门 跟那个什么甘肃的朋友 搞破鞋搞了半年多 这他妈板上钉钉的搞破鞋 对吧 这黄野鸡总是 那我就是纯洁 我就是真洁烈腹 哎呦我操 他的价值观 他的这种道德标准 就越没有什么 他又要吹什么 越没什么 他又要撒谎什么 而且还必须的逼着别人 必须的捧着他 别人必须得相信 你要别人一点 迟疑不相信 他就恨你 他就非要往你这个头上 扣屎盆子 这黄野鸡心眼特别坏 这缺点本来他跟缺点面积之前 他没有表现他这么坏 他表现的不明显 他非常隐蔽 第一面积 缺点看他反应 你看他表情 看他前后的这个语境 缺点明不来 你他妈的心眼坏 这心眼坏 这比你他妈这个裤带松 这还是不能容忍 因为你裤带松 你妨碍不到缺点心眼坏 你就妨碍到所有的人了 所以说取景的 就是要好好跟你宣传一下 就让你这种恶狗 就让你这种小人 没有藏身之地 大家都知道 你这黄野鸡是什么样 黄野鸡很小的 不要以为黄野鸡有多大 黄野鸡口口相传 像病毒一样的放到传染一下 跟你这宣传一下 你这黄野鸡 在黄野鸡里就不用混了 基本上谁都知道 你是个破鞋 你是个小人 你是一个专门喜欢 就是对你那些友好的人 你他们要实话的 冒坏事的这么坏逼 大家都知道你坏逼 都知道你去破血 都没人搭理你 其实包括这个他老公 什么是这个回国啃老的寄生虫 那个是什么伪装学霸的 那个学渣 霍庸博文 全体也通风报线 告诉他 这个傻逼弄掉了 自信的不得了 什么 所以说这黄野鸡 就不会背着他搞破血 其实就告诉你 你们俩这个自恋性人格 招来你们俩就互拼去吧 事实就是 事实不容辩讽 不信就去审问 这个黄野鸡 干死坏了 怎么回事 就看这欧阳博文 怎么跟自己博弈了 是到底是怎么样 巧取好多这个黄野鸡的枫叶卡 这黄野鸡分卡也不是自己能力得到的 是靠他妈 他妈也不是靠自己能力得到的 也是靠出卖自己的自尊 就是你说人家这个白屌丝都看不上你 不瞧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你说你把黄野鸡弄过来干嘛呢 二婚女人就没自信 所以说那确确还想说 你们选择婚姻的时候一定要审着 你只要你有一次失败的婚姻记录 那你在这婚姻市场就是掉价了 之所以她妈会选择第一次 失败的婚姻 是因为她妈有失败的 这个怎么讲呢 就裤带松吧 婚前跟别的男人睡了 那可不过你在90年代 你可不过你就 你这逼架你就抬不上去 你只能找这种 狗屎都不如的 辣狗屎的这种臭屌丝 然后你她妈你婚姻又失败 臭屌丝你就忍不了 所以说女人呢 就特别倒白 就是说你不要在年轻时代 就她妈傻逼逼的 就跟人去什么谈恋爱 就是你要是避免自己出错的 这个前提就是 你不要在婚前裤带松 这不是说缺血封建 就这样 你一旦是把逼架做烂了 你的自己的定位 你为什么呢 你因为跟你同样等条件的男的 你肯定知道 肯定是因为你她妈不是处女了 肯定就是 看不起你 就是要为难你 刁难你 哎 这黄野鸡她妈 赵勇 就找了这个赵伟航 不是黄伟航 这么一个烂屌丝 结果结婚进去 又她妈吃苦受罪 是吧 这就是一步 这就是多迷怒过 骨牌下来嘛 所以说呢 却也想说什么呢 结婚前 首先呢 就是你不要跟人下酒水 其次呢 就是你不要 就是这种判断力是没有的 那你就好好地 沉孝心来晚点 找对象 越晚越好 晚点 哪怕是这个市场上 给你剩下的少了 但是你避免了自己出错 这是大不了 就是自己独身吧 是吧 这要什么呢 独身 那现在这世界上 这个年轻人啊 90后 00后 独身的大把 都想独身 当你自己没有能力 去跟别人 经营一个小家庭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经营了 基本上都制造新的家庭围局 包括有黄磊姬 这种人格障碍 严重的病态的 这种坏逼的人格障碍 就说句实话 自恋性人格障碍 本质就是坏逼 它就坏 骨子里就坏 它不虐待别人 它不伤害别人 它以伤害别人 就取乐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不能让这个坏逼得成 必须把这个坏逼的市场 给它 给它掺除掉 这样坏逼 它没市场 它才不能对别人使坏